早安书店 各位听众您好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在今天的早安书店这个单元里面 这个每个月份的第一个礼拜 我们要跟您介绍的 通通都是台湾的光华杂志 7月份的光华杂志 有很多精彩的内容 那么今天我们特别要跟您介绍的是 光华杂志的资深编辑朱立群 请立群来跟大家聊一聊这期的内容 立群你早 志平早 听众朋友早 是 谢谢立群 一早接受我们的访问 立群 我想来请教你 我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 我心里面有很大很大的感动 7月号的光华杂志里面 有一篇最大跨国long stay的学习 符伦社串联联了全球的青年的力量 这样子 我想先请您跟我们的听众介绍一下符伦社 简单的介绍一下好吗 符伦社 我们一般都会长挑的名字 对不对 基本上它是一个国际性的社团 总部是在美国的芝加哥 已经成立了100多年了 明年就是105年了 对 那基本上它是一个国际性的社团 以服务性为主 服务性的一个社团 那成员都是像一些企业人士 台湾上很多中小企业 或是大企业的老板和经理人 都参加符伦社 对 可是这篇报道是从符伦社出发 符伦社做了什么样的事情 他们怎么去串联的 今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年 就是今年的就是2014到2015年的 全球的总会长 是由台湾人来担任 对 第一次哦 第一次有华人担任这个全球符伦的总社长 他是 黄岐光先生 是黄岐光先生 他是台湾人 对对 七月正式就任 那这次会做符伦社的题目呢 第一个是要介绍黄岐光先生 刚好就是看看符伦社做哪些事情 在台湾还有在国外做哪些事情 就把它拉进来 选一个亮点出来报道 选了这个主题叫做 最大跨国的long stay学习计划 就符伦社串联全球的青年力 为什么要串联全球的青年力量 要串联起来做什么事情呢 基本上它就是一个赔力 我们讲一个赔力 empowered的一个过程 那他们看到了 因为符伦社长期来就是被牺牲 是一个有钱老头的俱乐部 就是企业家都是有点年纪的嘛 捐钱都大手笔 但是他们也看到说 国际的未来是放在年轻人的手上 所以说他们很早就开始进青年的赔力 那他们认为说 要解决国际的问题 要从了解开始 所以就希望说 青年能够到世界各地去 离开自己的家里 到其他的国家去 去了解其他国家在做什么事情 一方面让自己学习独立 解决问题 二方面去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还有一些社会上的冲击 好 于是乎在福伦社 所谓的串联全球青年力的 这样一个活动之下 有人来到了台湾 也有人从台湾到了国外 这些青年人 于是乎就贡献了他们的力量 我们要请力群来告诉我们 在这个采访的过程里面 文章里面呈现出很多的个案 今天我们挑几个个案 出来跟大家说明好不好 好 我会锁定一个框架 它是一个long stay的一个学习 两个重点 一个是long stay 很少有一个跨国学习 是长达将近十个月的 这么长的一个时间 将近一年的时间 而且它是一个学习 那你到一个另外一个国家 去参加这个计划的时候 这些高中生 基本上是以高中生为主 你要待三个 寄宿家庭 我们讲的我们叫home stay的家庭 家庭 对三个 不是说 不是说你只带个家庭而已 因为每个家庭教养方式不一样 对不对 生活环境不一样 那在他们安排之下呢 只要是参加这样的long stay的 全球青年 都要居住在这个long stay家庭里头 三个家庭 对 像我们这次的采访案例里头 就是说 今年刚离开的一位瑞典女孩子 他就选择到花莲 花莲的家庭去居住 三个都爱花莲 那花莲基本上跟台北很不一样 对 一般国际人士了解台湾 就是从台北开始 那台北是一个进步的都市 有捷运 有百货公司 有很多shopping mall 那花莲是不一样的 花莲就是山跟海 对 你要想一高中女孩子 在那地方待十个月 基本上他自己也说 以他们这种是89岁的青年人 在花莲山水真的很漂亮 但是很不习惯说 假日的时候开始无聊了 会想到 会想看电影 会想要买CD 会想要逛街 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对 但他怎么打发他的时间呢 他们还是会 基本上就跟几个 就是本地的学生 或是他们Long State 来国外来台湾Long State的学生 到花莲市去去 比如说逛逛啊 喝饮料啊 就一般人青年人会去的地方 还是会早 可能的早 要近距离这样打发 是 对 好 所以他学到了很多的 在台湾的花莲所看到 不同的事物 他感到兴趣的 也交了很多朋友 对 我们这位女孩子 瑞典来的高中女生 黄思琪 还有我们叫她 Anna Anna也可以 对 她的中文名字是 她的台湾的 哄爸哄妈帮她取的 对 她以前没有任何中文名字 而且完全不会讲中文 对 在这十个月过程里头 她是去年八月来台湾的 她待到今年的八月 七月多离开的 她来之前完全不会说中文 那因为这个 我们讲 Long State的学习 就是他们来这边 是要参加台湾的学校 正规的学校教育 就是她加入一个花莲农工 农业学校去上课 上学 那这个福伦社 另外帮这些国外来的学生 安排了华语的课程 中文的课程 那我们这位 Anna 黄思琦 黄思琦 她一周要学 要学三堂的中文课 哈哈 因为她这个 非常有积极 非常积极 非常想去接触 新事物的一个女孩 所以她在台湾 不会觉得 她不会觉得中文很难 一般人会觉得说 中文 发音很困难 音调很多 有四声 对外国人的语言 是个很困难的一点 而且像黄思琦 她就透过跟人家讲话 一直讲话 一直练习 然后就把中文学得很好 她今年七月离开的时候 其实她讲的中文 一般的中文对话 她都可以应答如流 真的是真的 我亲自采访她的时候 我跟她谈过两三次话 不同的 就一段时间 跟她通一次电话 是 发现她中文一次比一次 更进步 而且那个腔调 一次比一次更台湾 有趣吧 非常有意思 非常有意思 好 这个 然后 花了这么多的时间 来台湾 Long Stay 而且学的中文的成绩 学的很好 这些 她学到这些 对她个人的成长 是怎么样的帮助 是 像国外的女孩子 她们来这边交换 对不对 她们基本上 国外的青年人 很多都已经来台湾之前 都已经游历世界各国了 基本上就是国外的小孩子 比较早 比台湾的小孩子早 接触世界 所以像这个黄世奇 她来台湾之前 她已经跟家人 到过十五六个国家旅行过了 转期的旅行 那亚洲国家 她算是 她去过日本嘛 以前去过日本 那台湾算是第一次 那台湾对她来讲 非常的陌生 那这次来 她觉得 第一个体验到台湾人生活的 这个家庭生活的方式 对她来讲 这倒不是冲击最大的一点 她觉得倒是说 比如说教育的方式 教育的方式 她在瑞典 然后她基本上是 有点像是我们这边的科学实验班 学的是数学跟科学 就是西方的那种 科学的训练环境下面的 一个学习环境 来这边她上的是农业学校 她要学烹饪 学种菜 她自己还说 还要学做优落卤 还要学做有机农业 她觉得非常非常的新鲜 她这样子跟土壤接触 这样一个手作的环境 是她在瑞典 还没有真的好好体验过的 对 她来这边 她觉得说 很多问题 基本上西方小孩子也比较独立 那她来这边 她觉得 其实像学习这种东西 她觉得 对她而言都不是问题 本来是一种尝鲜 跟一种体验 这种所谓的异国的文化 对她来讲 是一个比较 她对她而言 是收获比较大的部分 所以十个月的停留 也让她成长了很多 很多 可以说到了今年的六七月份 她是在满满的 这个收获离开台湾 对 而且她非常担心 好不容易学会的中文 可能回去之后就忘掉了 对 而且她很有决心的跟我说 她一回去就要跟 她住在斯德格尔摩附近 就要跟当地的大学联系 看有没有留学生 不管是台湾去的 或是香港 或是中国大陆去留学生 她跟他们请家教 来继续学中文 而且她在台湾也学会了食用筷子 她说她以后吃东西都要用筷子 她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独特的 一个饮食的一个技艺 西方人所不会的 所以她非常的骄傲 说可以学到中文 还有学到中国的一些文化的部分 好棒好棒 对 你这样一说我也很想去当学生了 对 会让我们度过那个阶段 但是没有体验过这样一个学习环境的 一个成年人会想回去过那样的生活 对不对 非常好 各位听众 我们今天在线上 我已经访问的是 光华杂志的资深编辑朱立群 请立群跟我们连线 来聊一聊这一期 7月号的光华杂志 上面有一篇 制品和宛如都非常非常喜欢的文章 在介绍了福伦社之后 他们又介绍了福伦社 穿联全球的青年的力量 来到台湾 其实有一些外国人 外国的年轻学生 在台湾 Long Stay 刚刚介绍的就是这位 Anna 黄思琪的个案 有学生到台湾来体验 当然也有学生要到国外去 同样这一篇文章里面 也介绍另外一位台湾学生 他出国去体验的 这个相关的内容 他是谁 他是类似来自花莲的 因为邱同学 邱凡真 邱同学 他出国的时候也是高中生 然后今年其实是大二的学生了 对 所以他去 他可以 因为在大学生活 他就可以明显观察到 自己经过那段游学的阶段 如果Long Stay 学习的阶段 到大学时候 可以明显感觉到 自己真的跟别人不一样 他的学习有哪些比较特殊的地方 在台湾的基本上 就是一个比较知识化的学习 我们这位邱同学 他是去美国 去做所谓跨国的交换 美国是中西部的一个小城 然后虽然是小城 但是基本上美国不会太落后 对不对 他在学校里头 他也加入乐队 有正规的学习课程 弹性非常的大 他跟我们分享说 因为他是交换学生 其实学校对他要求还是很高 他基本上 不像台湾很多都是 别人安排课程给我们 对不对 他在美国是选修课 远远超过必修课 对 他必修的只有美国历史 还有英文 其他都是他 你想修什么 你就去选他 去选修 然后他觉得说 这让他养成 自己去思考 我想要什么东西 什么是我会想要的 自主性的提高的 那华人学生常被评说 第一个动机不强 第二个是为别人的学习 但是在美国这样的学习环境里头 他开始去思考说 什么是我 是我真的想要学习的 什么是我认为 未来对我会有利的 他才选修这个课程 好棒 所以他 邱凡真 出国去 等于说是提早了 接受了外国的 给他教育的这样一个震撼 对 一个冲击 对 一方 有些小孩子可能会不适应 台湾小孩子如果 习惯在一个 别人给你 喂停压式的环境下 别人喂你吃什么 你就接受什么 可能会慌了手脚 对 对他一开始出国之前 他就有了心理准备 像佛伦社在帮每一个 全球都一样 你只要做跨国的学习之前的 前一年 都有一个像是我们讲的orientation 就是暖身的课程 不管是文化方面的介绍 或是一个 就是当地环境的一个介绍 跟适应跟调试 初步的调试 他们就能给一年的训练 跟他们习惯之后 第二年才送出国 去做long stay的学习 所以反正在出国之前 都大概有了谱说 我到美国可能会怎么样 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心里都先有个准备了 对 如此 然后他在美国的学习 我看看你的文章里面 他说 即便是上学美术课也好 就是非常非常的 这个只是像 台湾就是留在教室里面画画而已 但是美国的学校里面学美术课 其实就是让孩子们到户外去学生 对 等于说是跟生活有更深刻的接触 对 我甚至还有一个印象 是我自己以前当学生的时候 美术课是看老师师范而已 就是说 学生基本上我们只能操作的机会 都不是很多 对 那其实像凡生 不管是在美国上音乐课 上美术课 第一个 他就觉得老师让学生自己动手做 而且他不太干涉学生 你要 一定非得怎么画 非得怎么吹奏乐器不可 是 像他加入美国的乐队 他吹的是树笛 树笛 对 他就说 其实他有合奏的部分 对不对 但是老师会给很多 你每个乐器 一个solo的一个时段 那老师就开放你 你要怎么表现 你就你自己去体会的音乐 但是你要自己表现说 你要用什么样的情绪传达这个音乐 所以很多这个 我们讲这个所谓的 极其演奏的这个部分 是 反正觉得在台湾的时候 从来没一个老师跟他们这样子讲过 这地方你要极其演奏 是没有的 有意思 各位听众 我们今天在线上为您访问的是 光华杂志的资深编辑朱立群 立群跟我们在这个刚刚的访谈里面 聊到了两个学生 一个是到台湾来的黄思琪 她是英文的名字叫Anna 那么另外一位是台湾的学生叫邱凡真 他到美国去当这个lone stay的学生 一来一往 这样子来看吧 立群 访问了这两个案例之后 你对于学生到国外去lone stay 这样的历程 改变了他的人生的想法这件事情 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觉得从长期跟短期来看 其实像佛伦社做这样一个 就是学生交换的计划 基本上已经做了好多年了 1930年代开始做开启以来 当目前每年大概有八千多名的学生 做这样一个跨国性的流动 移动 大概八九十个 我要参与这样一个活动里头 但是每个学生 他们个体都有差异嘛 对不对 那学生的适应性如何 到一个陌生环境 是不是真的可以融入当地的环境里头 其实差异非常的大 那就短期来看的话 我自己也看到几个学生 是完全不适应的 包括像国外来的学生 他也许就是保持到 在当地的家里头的习惯 比如说两千洗一次澡 上衣服不拿出来 所以就有这个holme stay的家庭 就说学生的房间凑着跟什么一样 就有一些困扰 对对对 但是如果说双方还可以继续这样子 继续生活下去也就罢了 有些是真的不行的 像在美国 像凡真 我刚刚讲的凡真 秋凡真 他在美国的时候 因为美国中西部 其实交通其实很不方便 那因为都是高中生嘛 你到那个地方去 上加课还需要家人接送 因为他们不能开车 那当他在美国的这个接送家庭 就没有办法接送他 他就必须要 譬如说走很长的路 或是等很久的公车回来 那因为有这样的困扰之后 那经过浮轮社会局间协调 如果真的不行的话 就会换个技术家庭 那他自己 那学生能不能成长 有时候从长期来看 他反正都会认为说 他现在跟同龄龄比起来 他觉得自己独立解决问题的态度 比同龄的大学生 现在是大学生了 排他强很多 对比较不依赖 有些学生是看到问题来的 第一个想到就是哪边找帮忙 是 像反正他就不是了 他就是问题来了 第一个想到我怎么去解决 好极了 对 态度改变了 态度可以改变 影响一个人行为 对不对 态度改变是最基本 最根本的 对 好 这个问题来了 怎么去解决 解决问题的态度 变成一个关键 同时也是他在这一趟 长达十个月的旅行里面 要学习最重要的课程 当然最后也学到了 对不对 对对 这是长期 像反正现在回过头去看两三年前交换的时候 他觉得好痛苦啊 其实 因为国外的生活没有人会帮你 每天他就每天都很紧张 是 对 可是现在来看 当那个十个月对他来讲 就是一个 急速充电的一个阶段 是像一块 跳跳性的成长 像一块海绵 一下就吸收了好多好多的水分 飞席都不可 嗯 好这个最后我要再请教 呃 李群一个问题 好 所以如果今天听了我们的报道访谈 呃 他觉得自己也想出去试一试的话 他是不是直接就跟福伦社联系就可以 他就可以呃要经过考试吗 或者说是什么样的程序 可以成为交换学生 好 嗯 呃 其实坊间很多都办交换学生计划的一个课程 对 对 对 一个program 对不对 各个学校也只有办短期的 但长期的真的很少见到 嗯 像这个长达十个月 还要经历过不同的技术家庭的这样的program 福伦社可以说是 呃 办了很久 也是有所一个好评的一个program 是 然后 都要加入的话 就各国的规矩不太一样 那台湾的福伦社的话 你要参加的话 第一个你要是社员的子女 嗯 第二个 如果你不是的话 那就经过社员来推荐也可以 哦 对 所以你要有认识的福伦社的社友 帮你推荐 好 对 其实不算是很难了 不难 不难 但是他们会有面试 很多层的面试 嗯 看看你这个人的能够特质如何 是 有些学生家讲说 我女儿的英文很好 你怎么让我参加呢 那福伦社就说 其实你女儿真的不适合 真的不适合 也许是个性的因素 也许是因为他个人的想法 有些太太封闭的 不太有人交往 不太有人沟通的 嗯 要把他丢出去 十个月的环境 他就学崩溃掉 嗯 也许反而是害了他 对 对 对 好的 这个这么多的管道 其实也告诉大家 哦 学习 其实没有任何年纪上的限制 哦 也没有任何地域上的限制 只要你想学 什么地方不可以呢 对 今天我们看到这样一个 让人家感动的报道 我们也特别要感谢 光华杂志的资深编辑 朱立群 立群 我真的好羡慕你们哦 每一个月都可以有这么多 这么棒的故事 可以接触到 对啊 我们也是 我们自己也是觉得 辛苦 也是有收获了 就是说 跑了这么多地方 访了这么多人 听了不少的故事 对自己也有些回馈了 就是说别人经验 可以跟我们参考 嗯哼 对 好的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立群跟我们的分享 立群谢谢你了 谢谢 我们期待下个月 还有更精彩的文章 好不好 谢谢你 拜拜